近日张明恩参加某综艺节目 和女友在真心话环节中 竟然说自己从未对女方行动过 恋爱一年了 这样的回答让网友大点眼镜 引起一片热议 11月7日张明恩通过微博回应此事 称是把心动理解成了一见钟情 两人对此的理解不一样 并自刊 给我的语文水平和直男自杀式回答贵了 此微博曝光后 网友说 有纷纷为官并留言表示原谅 称行吧 本来想踢你一脚的 算了吧 我们都知道了 直男上线也不好弄啊 存钱就完事了 张老师求成欲要时刻再现啊 不然你那钱够罚的吗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 没有发现啊 hospital员 预定人的 但是再现场 发现了